我是Enter 影片开始前邀请您订阅Enterbox 那今天要和大家聊聊iMac 今年3月的时候 苹果更新了iMac的产品线 主要升级了处理器 从Intel的第7代升级到了第8代和第9代 那这种双代混杂不和谐的组合 应该是iMac产品线前所未见的情况 但总之性能是提升了很多 例如57,900的27寸入门款 从4核心4执行序升级到了6核心6执行序 效能升级还是非常的有感 那最高甚至还可以克制搭载i9-9900K 这款旗舰级的处理器 能够达到8核心16执行序哦 那我目前桌机比较常在用 就是iMac的27寸 不过是2012年的版本 也就是第一代 从厚重款进化到薄型款的iMac 这是第一代哦 大概已经经过了六七年 当然使用形态上也有一些改变 已经不足以应付目前的需求 因此打算买一台新的iMac来使用 而我挣扎了很久 像是Tagintash黑苹果 或是Mac mini都曾经是考虑的方案 不过最后还是决定买iMac 27寸 当下心里有一个很大的门槛过不去 就是为什么我要花钱买一个外观 跟新年前设计一模一样的东西呢 这让我犹豫了很久 所以嗯 我觉得会买的人真的是很有苹果价值吧 那故事说完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正在使用的iMac 27寸 2012年的版本 规格如下 CPU是Intel Core第三代 IVBridge的处理器 i5-3470S 这是一颗四核心 四直行序的CPU 基础时迈是2.9GHz Intel规格是可以超频到3.6GHz 但在iMac上最多就是到3.3GHz 平常稳定也只能在3.2GHz左右运行 那记忆体是24GB 因为在当年记忆体很便宜的时候 有买了两条8GB加上去 所以iMac原本的两条4GB 加上后来加上的两条8GB 这样总共是24GB 硬碟是1TB的Fusion Drive 容量是不错的 但是已经快塞爆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用 存外接的方式和云端 所以存资料这件事情的压力 本身是不会在它身上 不过平常如果剪辑一些影片 就会很吃力 有时备用的素材 可能就超过1-200GB了 或是像ZenFone 6 那部15分钟的影片 光是专案档就超过100GB 那对这台iMac来说 已经是前驴技穷了 而又考量到 未来想以4K 60fps来发片 那素材跟专案档的大小 势必还会在网上跳好几集 绝对是目前无法附和的 那剪辑的人 也有抱怨剪辑的时候会很卡 像是跑一些转场的时候 画面就会整个卡住 当然最明显的还是在运算画面稳定 和输出时速度上希望还可以再快一点 再来就是打游戏的部分啦 虽然现在是没有在玩了 也不一定有时间玩 但之前会断掉没有玩游戏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电脑太老太旧 玩起来的游戏体验非常差 就不会想要继续玩 之前玩Cities Skylights的时候 已经关掉很多特效 但当城市发展到中后期的时候 还是会卡住 整个就没有兴致再玩下去了 Skylights官方推荐Mac的规格 CPU是i5-3470 但我这颗刚好是略弱的省电版 3470S 那3470的基础时脈3.2GHz 基本上就已经是苹果这台iMac的时脈上线了 所以没办法 这个加了S 又不像2080加了S变成Super版的 那记忆体的部分 要求要6GB 当然这部分是没有悬念啦 因为现在24GB都还用不到一半呢 但很明显的是 如果要买一台新的iMac 标配的8GB是不太够用的 GPU要求GTX 660 2GB 啊这部分又尴尬了 这台iMac配的是GTX 660M 所以有后出名的型号不一定是好事好吗 所以新的iMac希望是可以让我们快乐的玩Skylights的 再来看另一个游戏 欧洲卡车模拟2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都会有onlytime的配乐 我觉得都是Volvo广告害的啦 它不是一款非常非常吃资源的游戏 新iMac要是能顺顺开欧洲卡车应该不是难事 而且呢iMac的喇叭声音真的非常好 卡车启动 刹车的声音都很顺畅 我觉得这个游戏整个就是一个很舒压的游戏 基于这台iMac的硬体老旧已经不堪使用 也已经好一阵子没有玩这两个游戏了 唯一大概现在还有在玩 而且还跑得动的应该就是文艺公司了 除了让出片更加顺畅 剪辑更加方便 有一部分小小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打电动啦 那我们现在计划添购一台iMac的27寸 而且计划是朝将这台iMac一买回来就自己改装CPU 那这也意味着我们会拆萤幕拆主机板 也会丧失原厂的保固 我们计划将iMac的27寸自行改装升级到最顶规的i99900K 记忆体也会升级 8GB非常不够 PCIe和SATA3都会升级到纯固态硬碟 那详细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下一部影片更加精彩 看大家聊聊我们会怎么执行这个计划 有兴趣的赏商也欢迎赞助Enterbox哦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 邀请您订阅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